国际最新消息来看 一艘载人观看铁达尼号残骸的观光潜艇 在美国当地周一消失在大西洋 据传潜艇上有五名乘客都下落不明 根据多家外媒报道 波士顿海岸警卫队证实 潜艇在铁达尼号附近失踪 美国和加拿大都派人员搜救失踪的五人 而其中包含一位英国亿万富豪 而这艘全艇是由海洋之门探险公司所有 专门提供深海参观服务 而且一张票要价不菲 每人25万美元 相当于台币700多万 这次远征上周在加拿大东部的纽芬兰出发 前往大西洋外约640公里处的沉船遗址 没想到却传出了不幸的消息